第1850几 师兄你好倒霉啊 三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腿肚子抽筋 想走却又不敢走 就算能跑也不敢跑啊 跑得了和尚能跑得了妙吗 好啊 子鞋轻咬着牙 你们几个居然敢拿着我打赌 不敢不敢 三人一起摇头一起干笑 嗖的一声 楚阳又飞了回来一脸猜测 子大姐请原谅 这个我不是修为不道吗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子鞋轻眼神冰冷 修为不道暂且俩说 但你到了这里居然还要跟人家打赌 居然还以我来做赌注 居然还是帮着别人来跑妞的 你真可以啊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你这么了不起呢 真是走眼了 楚阳文言顿时震住 呆若母鸡 瞪着眼睛看着妖宁宁谈谈和唐阳伟三个 实在是想不到 自己就只不过被一拳打飞了这么短的时间里 居然已经被这三个家伙出卖的底儿掉了 这也推快一点儿吧 这事情发展得太迅速 这还收拾得了吗 这救命啊 这 你听我跟你说啊 其实呢 只有他们在赌 完全没有我的事啊 真的 楚阳弱弱的解释 紫大姐 您可能明察秋毫啊 一定要相信我的人品 一定得我 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分明就是你逼着我们赌的 三个人一起大叫 现在这仨小子已经认清了形势 自然是要先把自己撇清了 我们仨是外人 你们两口子自己慢慢掰着吧 你还有人品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紫邪情冷笑着 脸色也涨得更红了 这家伙跟他们如此打赌 岂不是他在我感觉良好吗 赌定是吃定了自己 哼 居然跟人家打赌 自己会对他投败送报 还有那啥 紫邪情一想到这儿 顿时就感觉到满心的柔情 都变成了羞恼 再也难以置疑 这个混蛋 他到底将我当做了什么人了 简直是皮痒 我会相信你的 紫邪情咬牙切齿满脸羞红 过来过来 我愿意相信你这一次 过来呀 你过来呀 怎么还不过来 楚洋转身要跑 大叫着 大姐 这真的是个误会 误会你个死人头 你给我站住 紫邪情一声大喝 飞升而起 圣人强者的惊人速度 尽险无疑 在半空中 就将楚洋一脚踹倒在地 随即 泉如流星 脚如暴雨 向着楚洋身上 就倾泻了过去 饶命啊 饶命啊 哎呀 哎呀 要 楚洋抱着脑袋 连声求饶 紫邪情对于某人的求饶声 完全的充而不闻 有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拳头 一下一下打下去 口中 污渍念念有词 我让你打赌 打赌 再打赌 赌 楚洋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紫邪情 有如蝎钉子一般 砸进了地里头 谭谭等三人 在一边看得纯青面白 浑身颤抖 肝胆欲裂 浑翠破散 尤其是 妖宁宁和唐阳尾 已经是小腿肚子抽筋了 太凶残了 太凶狠了 这太 太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啊 谁能想得到 这个娇美的美貌姑娘 居然是如此的一个暴力女啊 咱俩啊 真是太侥幸 太幸运 太豪彩露 谭谭的心中 也是一片震撼 师兄啥时候 泡上这么一个凶悍嫂子 这也太恐怖了吧 师兄果然是口味好重啊 半赏 加半赏之后 紫邪情将已经身陷地面中的 楚阳一把给揪出来 恶狠狠地说道 独我对你投怀送抱 是不是 是不是还想登堂入室啊 楚阳满脸是泥 惨叫着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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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因为嘴里头 还含着一块泥土 土字不清 词难达意 我今天就成全你 给你来个头海送抱 紫邪情一记大脚出去 楚阳整个人嗖的一声 化作了天际流星 再一次脱离了众人视线 观看的三人 大喊淋漓不敢有丝毫动作 这嫂子貌似也太彪悍了吧 可惜猫老师不在此地啊 否则一定感慨万分 原来这世上不幸的男人 不止我一个 居然还有比我更加凄惨的例子 楚贤弟啊 你以往看我笑话的事情 我就不介意了 真以为修为提升了就能欺负我了吗 天真幼稚 紫邪情仰起鼻子笑了笑 一笑一瓶之间竟是风华尽险 一笑倾城 随即和声说道 三位原来是客 还是他的朋友 就请里面坐 稍后奉一杯清茶 不敢不敢不敢 谈谈三人脸色煞白 整齐的摇头若拨冷骨 真真的有心想要说 我们和那人不熟 终于没好意思说出口来 进不进来 紫邪情瞬间变脸 及时的一声大吼 这这这 我们进 我们进去 进去喝茶 三人同时打了个哆嗦 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的走进了落花小柱 面对紫邪情的热情邀请 亲切招呼 三人却纷纷自我感觉到 自己乃是走进了一个母老虎的口中 谁能救救咱们呀 脱离虎口啊 曾经对紫邪情抱着无限瑕疵的 妖宁宁和唐家三少 此刻早已经是半点瑕疵都没了 哪还敢有啊 求神拜佛 可别让这女人想起来我们对她动过心思 除此之外 唯一的念想就是 怎么才能从这脱身呢 一旦想到这个问题 那简直忍不住就哭了起来 因为 有可能吗 没可能吧 怎么可能有可能呢 你是要念念 嗯 你是那个唐阳伟 还有这个是 紫邪情看着谭谭皱着秀眉 谭谭战战兢兢的说道 我 我那个我 我 我叫谭谭 我是 哦 我知道你是谁 你就是楚洋那个师弟吧 谭谭精神一震 是啊 师草会眼如炬 你看我帅不帅呢 说着还故作飘逸的甩了甩头发 虽然心中害怕惊恐万分 但是在这等关键时刻 自己的风采还是不能丢的 自己的自信始终存在 帅不帅 紫邪情嘴角清晰地静乱一下 两久两久才干笑了一声 帅 怪不得 当时楚洋经常夸奖你 说你帅 说实话 当初我还真的不太相信呢 毕竟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直到现在见了面了 我才相信 你果然很帅 所谓文明不如见面 见面更胜文明啊 果然是人中龙凤 仪表堂堂 仪表人才 风神俊朗 玉树临风呢 谭谭听了心花怒放 哈哈大笑 美得手舞足蹈 眉非色舞 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不是场面话吧 紫邪情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怎么会呢 句句属实 发自肺腑的 说完这才反应过来 哪个是你师嫂啊 你小子 不要胡说八道的 但是谭谭显然 已经听不到他这句话了 整个人已经兴奋地颤抖起来 这人世间哪 果然还是有这种 明察秋毫 善于发现美的慧眼啊 我的英俊 别人是不懂的 唯有师嫂 才是知道我明白我 了解我懂得我的人 人生得以知己 富有和汉啊 紫邪情瞬间大喊淋漓 半晌无言 天知道 我刚才说那几句话的时候 是多么违背了良心 加道德的谴责 可这小子是楚小子的 唯一师弟 违背良心 违背道德就违背了 谁让咱摊上了呢 在谭谭的极度惊喜 加感叹之中 在妖宁宁和唐家三少的胆战心惊之中 三个人终于步入了庭院 中间有一处良亭 亭子四周都是花架 下面则是一张石台 分布着几个座位 暖玉制成的座位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显然 主人曾经多次在这里停留 并且每日打扫 才能够如此干净 你们先坐着 我去泡茶 招待贵客 紫邪情淡淡一笑 不敢不敢 姚宁宁欠了欠屁股 唐家三少也是眼珠乱转 这俩人 何曾接受过紫邪情 如此热情的招待啊 上那间居然无限的不适应起来 坐 紫邪情眼睛一闭 两人瞬间就扑通一声 直挺挺地坐在了座位上 一动也不敢再动 紫邪情健壮笑了笑 这才悠然地飘声而去 泡茶去了 一直到了自己的茶室 才突然间猛地吐了一口大气 随后就是满脸通红 手足颤抖起来 那个冤家 居然敢拿我打赌 混蛋 混蛋 真是混蛋 紫邪情低声怒骂 脸上全是羞红的笑意 真是欠揍 就是欠揍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呢 突然一睁 刚才 我怎么都没有看透他的修为呢 楚阳他现在是什么阶位了 难道我刚才神死部署 没有仔细看吗 我如今一针圣人层次 只要稍以接触 丝毫能查 难道是因为出针此境 在家神死部署 越有失茶 嗯 肯定是这样 略略沉淀一下心情 这才端着茶具走了出来 走出来的时候 脸上已经又恢复了之前的清冷 就在这时 半空之中呼呼作响 楚阳又如腾云驾雾一般 一路翻着跟腿来 大啦啦的就进入了凉亭 哈哈一笑 哈哈 兜兜风 咱又回来了 姚宁宁三人顿时就面孔呆滞 白眼连天 您哪是兜风吗 您 您分明是被踢出去的呀 紫邪情端着茶水 徐徐地走出来 冷冷地横了楚阳一眼 怎么 楚大公子 您的赌约可兑现了吗 可是赢了吗 楚阳搓着手 哈哈地干笑着 我知道 我要说我真没打赌 你现在肯定不相信 可问题是我真的没有 紫邪情斜眼看着他 你要是敢再说一遍这件事 我就敢再让你做一次空中非人 你当我敢是不敢 楚阳张张嘴 干干地笑了笑 痛快地闭上了嘴巴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了 紫邪情是什么人啊 楚阳太清楚了 别说再给自己变一次非人 就算多变几次 那也是寻常事 来 大家喝茶 紫邪情端起茶碗 率先对某太子道 这个 姚宁宁 切身早已信有所属 实在是不能答应你 抱歉了 姚宁宁大觉手冲若惊 急忙站起身来 语无伦自得道 没关系 幸亏你没答应 我的意思是说 你没答应我太好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其实是说 你要是答应了 我得多倒霉 不不 姚宁宁说着说着 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太脑残了 怎么把心里话全都说出来了 说到这 张口结舌再也说不下去 懊恼万分的抬起手来 啪的一声 打了自己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 你这二货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说你二货简直太正确无误了 众人面面相去 极力忍住想要笑的那份冲动 却还是憋得自己心脏都快要爆炸了 你要是答应了我 我该多倒霉啊 这么有才的一句话 真不知道妖宁宁是怎么想出来的 紫邪情的脸色已经变成了锅底的颜色 他狠狠地看着妖宁宁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妖宁宁大汗沉沉 手足无措 几乎没了意识 我我我我我我错了 滚 紫邪情愤怒万分的一指门口 气得胸膛不住的起伏 一阵波涛汹涌 我要是答应你我该多倒霉 老娘就这么不被待见吗 那你这混账之前追求我这么久干什么呀 闲着没事干吗 本来还打算借着你气气某人 现在没借着他 快把我自己给气死了 妖宁宁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 一直到她的身影走出了落花小珠 众人才听到啪啪啪的声音不断传来 夹杂着妖妞妞懊懊悔的声音 你这嘴怎么就这么贱呢 就算说实话也不能当面说呀 你这破嘴呀 谭谭再也忍不住了 刚刚入口的一口茶 突然就喷成了天女散花 张开嘴哈哈大笑 第1850几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